大家好 今天來分享一個主題 叫做遺傳基因 這個我在幾十年前 經常跟我的學生徒弟 還有我的妻兒子女在講 我們人做任何的事情 都會產生在我們的血液細胞裡面 產生一種基因 包含你想什麼事情 說出任何的事情 都會產生一種基因 這種基因會在我們的體內 甚至會遺傳到給我們的後代子孫 那如果是你已經結婚生子了之後 你就會看到你的子女 它產生什麼基因 遺傳到你的什麼基因 所以說我們做好事情 做善事正能量的事情 思考的都是正能量的 所說的都是正能量的 而不是負面的 那你產生的這個基因 就會遺傳給你的子孫 那我們在講能量 這個正能量的磁場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朋友 甚至於自己的親人 這個叫做基因 在我們的體內產生 所以說我經常跟我的徒弟 或是說找我的人 我們都勸他要做一些善事正能量的事情 這樣才能夠真正的改變我們的心念 意念想法 這個基因在我們的體內會轉化 好的基因會殺掉 壞的基因 然後重新的整理 這也就是我們宗教學來講 叫做因果 就是說我們重了善因得到了好的結果 就是這個一個意思 所以我們都希望說 我們本身要有好的基因 好的基因也是在你自己的言行 舉止跟觀念 也就是我們的想法做法 跟我們所說的的一個事情 都必須是要正能量的 正面的 謝謝